我不需要我过去的年轻的时候 拿出来让人家觉得说 来批评的一文不值 回想当时心情 民众党立委蔡壁如人 不住哽咽 因为去年十月 他准备出新书 当时都还没宣传 没想到就因为 被封为叶克摩之母 传出才到 台北市场柯文哲地雷 更被网友骂爆 结果就在网路上面 被一群不认识我的 打到七云八树 什么叶克摩之母 怎么会有人自称 什么叶克摩之母 良人关系声变传闻 不禁而走 让蔡壁如决定 稍说话多做事 如今她重新调整好心态 出席线上签书会 我大概是趁急了 一段时间下来 所以书还是出版了 那十月初的时候出来 后来还是有很多的好朋友 都给我的鼓励 书中描述从医护领域 转换跑道从政的心路历程 不过好不容易办的签书会 却没有看到柯文哲身影 外界关心到底蔡柯两人 关系还好吗 她刚刚也打电话 跟我说 你要去签书会 我说 是啊 但是我没跟你揪 因为我也很害怕 人家对你下什么不好的标 而且疫情期间我想 不要结外生死 除了嘴巴上蔡壁如澄清 是不想害柯文哲 甚至明明是自己的签书会 却还带了柯文哲的书帮忙宣传 就是要用行动破除 不和谣言 欢迎收看张家宝 郑海中台北报道 感谢 mistaken 谢谢香港人 Flyt